我们都知道做事情要实事求是 不要只会纸上谈兵 但是台湾的新兴世代 却是靠着纸上谈兵 在整个文创圈大放了异彩 他们是一群青年级生 从建筑系毕业之后 转战立体书 立体卡片的设计领域 高雄的魏武营被他们以四张纸片 就收进了一页卡片里面 让对岸的博物馆也来邀约 希望让这些大陆的古迹建筑 也能够跃然于纸上 不费摧毁之力 幻象两千转向深空跃然纸上 看起来就很高级感觉 就是真的升降低的感觉 因为它那时候打开的话 还是慢慢地一直 像慢慢地打开这种 就是觉得那个声音就出来 折之外然后还可以转 对 蛮神奇的 雲林的西国大桥 一瞬之间凭空开展 这是台湾最会直上谈兵的新兴世代 平凡无奇的纸张在他们手上 就像鸡膜一样变出许多新花样 人也酷 都是点花 我觉得现在文创店 就是买很多 但是这个纸我比较有看过 就是以一个纸的题材 去就是做一些变化的这种 我比较有看过 所以就觉得还蛮新奇的 一开始就是看到这个 然后发现里面可以放灯 然后觉得它有那个投影 光影的感觉很漂亮 每到假月 叶里华就变身型男老师 带着学员纸意手作 平常则是不少企业的指定设计师 企业的拔机师在弹纸之间拔第二起 还蛮有小小的互动乐趣 那老板他就是在那边 狂玩 独自地一直拉 对 他说这个好疗愈 一直拉一直拉 这个是很疗愈 不好好开会 他就没有在跟我们开会 模拟版画流畅滑动 这来看理所当然 其实暗藏玄机 怎么拉动才不会折损卡纸 什么材质才能够凸显版画的图样 前前后后花了八个月 优化改善测试打样 这四个主播是其冲 一百个失败用的时间 我们团队很喜欢找自己麻烦 我觉得他们如果觉得很棒 那你会觉得那感觉 很爽 因为我们是做设计 所以我们会觉得能做到最好 离他越近就越好 这三位青年之生 从建筑系毕业之后 临时转做平面或广告学绩 偶尔在作品中融入建筑的概念 创造3D的效果 偏偏自认有趣的点子老前辈们 几度打脸痛极 我们已经做这么久了 我们看你们是做不起来 因为这是太小众的东西 那一次其实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 我们当驾驶真的是不舒服 不舒服一定是因为被否定 老前辈们苦口婆心 激起年轻人不服输的斗志 持续将部分的创意立体化 撑过了第一年立体设计 订单挂邻的惨淡 第二年开始知名度慢慢打开 全球最大的单一屋顶剧院 高雄卫武营也被他们打包收进一页卡片里 学到的时候很开心 然后我们就开始想 接下来要开始工作了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 其实它是一个肯定 就是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一直坚持的那件事情是对的 但是他讲我们不行的这种 我们都忘了它 在建筑系里 学到的空间概念彻底应用 将庞然大物拆解成简简单单四张纸片 日本新加坡文创团队大为经验 大陆的古籍博物馆也积极邀约 省西服务馆就有问到建筑 然后那个山东他们一些文化单位 文化文创单位都会有来询问说 如果我们想要做 我记得之前要做一个什么 孔子的故事 菜鸟创业五年就打进高单价的精品市场 除了靠设计也仰赖台湾的印刷组装 因为组装平贴太过复杂 机器难以待牢 只能够靠原力手工 不少地区的立体书卡 将组装外包到东南亚 以降低原始成本 但他们坚持把产线留在台湾 请知道的话 为什么是自己原始的 如果是要做品牌的话 我们宁愿是整个 整个产业链都是健康的 每一个都是为了省成本 降下来的话 其实那个产业链都是不健康的 协助平贴庄的浩俊跟方林 是原住民歌手 演出之余帮着组装代工 星系收窍非常的规模 双面胶浮浮贴贴 刚好贴合粘接点 绝对不让胶带突出露线 如果你打开你看到胶带 你知道为什么就是 我舒服 我会不开心 为什么要有胶带 如果说残胶 你一直去摸 胶带摸到你手黑了 整只就脏了 立体狗狗干净清爽 四肢接点精准粘贴 狗狗不会长端脚 身体歪一边 有了台湾的翘首加石 立体书卡从一本两本客制化 发展为一次出货五千张 产能跟良率都不曾让人失望 要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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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公书系 跟人一样漂亮 对 跟人一样 有了量产的能力 市场从B2B发展到B2C 立体书卡在大大小小的展览当中 不断曝光 设计与旨意都大获好评 真的很厉害 我记得小时候收到立体卡片 音乐卡片 就一打开 哇 现在看到每件作品也是哇 这种感觉 我觉得台湾年轻人在这方面 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因为他们在创意上真的无限 台湾小孩应该都有这种创意的能力 非常足够 把手作变量产 把小众的艺术变大众礼卡 台湾的年轻世代 站稳脚步之后 再继续往外发展 让大家看看台湾文创 不止于此实在厉害